《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國事同學會 由我阿昌和大家主持 我們有兩個嘉賓Kitty和阿龍 作為一個現場紀錄的採訪見證人 但過了很久了 也值得繼續說下去 7.1這個話題 今集我們想說兩個話題 今集我們想說一些7.1後續討論 因為上個星期二日阿龍也在跟大家做節目 講起7.1之後最新的形勢 過一個星期整個形勢又變成了 突然之間又不用諮詢 又不用諮詢變成要諮詢 由提寶變成帝寶 這些新的形勢都可以繼續討論 第二件事當然我們講國事同學會講國事很大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要中國出了多兩隻神獸 一隻叫做光澤文 瓜柴鳥 即是很有光澤的文的一隻鳥叫瓜柴 光澤文瓜柴鳥 還有一隻叫光澤文不死鳥 是由光澤文瓜柴鳥進化的 這個問題我應該稍後都抽少許時間去講這個問題 但今天因為Kitty本身那晚 還有龍少那晚都是在現場 我比較想集中處理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7.1那晚 為何沒有抄襲林水輪流 這是其中一個想想的辦法 第二件事就是 所謂的示威遊行到最後都會變成一些所謂的警民衝突 當然啦 你政暗權大搖大擺出來就轉移視線 即是說我們要去譴責一些違反法紀人 然後梁振英就走出來 幸好是警民衝突 即是如果你要去到希臘 一開波就是暴亂了 搶銀行 即是梁振英那些又走出來要制裁 制裁那些示威者 那晚其實包括我們三個都在大概現場的位置 在看著人民力量那邊 以及統稱是社民連那邊的一些衝突 尤其是電視就永遠 採取了很片段的畫面 那些畫面其實很容易被人解讀成為整件事的 忽略了整件事的背後的很多不同的脈絡 或者是背後的種種的發生的原因 例如 你電視拍攝的士司機 以及的士乘客 即是下車 跟那些示威者所謂的理論 其實是在互相互曉 那麼 那個論述 其實我覺得很需要去應付這個問題 開始就是 即是你怎樣去應付這些人的說法 即是你們示威就可以了 但是這樣說 你見很多人其實是訪問 這個華厚大道中 或者軒尼斯道那邊的那些走傷 又或者是精品店那些人 那些人生意當然大受影響 那你問一些糧茶店 對 為何你不問七仔 生意好了多少 還有一些走東碎走西碎的士司機 不知多興奮 結果散了水後 就經東碎上去觀行 這個 重點就是 你安排了原定的遊行輪線 你預計了那裏是有阻塞的 你自己 不兜路 你還要衝進去的話 那就是你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衝出馬路 去射民營那邊 去攔馬路的時候 你衝出去 那些人是 你沒有預期到 今次如果 你不要上網 茶餐廳那裏 聽那些死小子說話 你都聞到浸味 的士路 所以其實很多 已經沒有所謂 一兩個特別 特別燥 還有 你最重要一件事 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 雖然傳媒不斷這樣做 但問題其實 各大輿論 慢慢已經接受了 那些死小子 是一份馬路 應該這樣做 我又不是這樣想 因為其實 純粹是一個政治的需要 你那一期的政治環境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他們都可以反過來做 現在 我會覺得很驚奇 以前 東方日報 我們認知是 覺得早幾年前 東方日報會賣大陸 所以 那些事情 他會罵政府 但是對於 一些內地的新聞 或者時事 或者對中央政府 是很小心處理的 但是他現在 你現在揭開東方 和蘋果沒有分別 東方太陽 東平泰三份報 一起催谷七一遊行 一起又 六四晚會 想做頭版 現在還在催谷七一三起二 就是 又搞林遂倫下台 發生了什麼事 帶林遂倫也應該要下台 在這件事裏 等於拘捕不到曾俊華 又拘捕林遂倫 整個政府都應該下台 他沒有好管制意志 但Kitty那天 那天那天 你留守到最後 或者吃花生食到最後 在那個位置 那天其實你觀察到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那天 可以看看一些照片 首先是 這一張是 看到一堆警察 其實是在 立法會旁邊 開始準備 即是借立法會 其實這張已經比較後期 應該再 我看到網上有一張照片 可以再過幾張 警察一自排開 就塞住在黃夏大陸中 然後有個人很型的 雙拳 雙拳 對著一排警察 好像快要三國無雙 開始開戰 不知道是不是他拍的 我們先看照片 其實已經在後期 就是被統稱為社民聯 那些人 就已經佔據了 向東行的黃夏大陸中 那時候 其實剛剛隔離是對正的大會堂 然後他們就 有很多人 其實本來是在裡面 但他們就不斷撤離的時候 由金鐘道跑到這個黃夏大陸中 其實有很多人就沒有再留在裡面 而是散了出來 那他們就很多時候在外面 就會舉很多Banner 就問警察 你們那些宿舍去了哪裡 全部變了豪宅 那旁邊是很多不少這些事問為觀 但是這麼有趣 以往就是 我們看到那些人 是離開了之後 就散了 但今時今日是離開了之後 他們在另一個地方再集結 又為什麼會這樣 是跟那晚犯高鐵一樣 其實那晚去年犯高鐵的時候 因為人多實現了一句說話 就是罪不加諸於眾 他沒有辦法拘捕你 或者沒有警力去應付到你 接近一千人在訓馬路 為了他抬走你 之後 又不可以撤走你 唯有等你在附近 然後你又回來 實際上那晚是很可愛的 現在就不同 因為現在的人 其實相對於高鐵的時候 其實這兩 對上一次就是3月6日 我也有被人拘捕 那時候就百多人 不太多 所以他狠下心場 就一次過拘捕你們 去了北角警署 但今次又雙倍了 其實就分開了兩萬人 二百多人 他就要拘捕去兩間警署 一邊北角警署 一邊香港警署 其實你也看到那個 就是 那個壓力是大了 如果是去開示威的場合 你感覺到 那個警察 那些情緒 尤其是你現場 你是知道他們不同 就是 已經是跟 真的跟 曾偉紅上任前 和上任後的分別很大 對於遊行示威的 那個手法 他的壓力是在這裏 所以有些人是 知道 如果他計算過 機會成本降得太大的時候 就是簡單說 他抬底 就是 覺得不想被人拘捕 負擔這個後果的話 他表示支持 會繼續跟著這裏 但是他會在旁邊 參與其他行動 而不會去 現場 做最遲去前線的 還有捉不捉到 一些便衣警探 不是便衣警探 你去人民力量那邊 你去人民力量那邊 我去人民力量那邊 我去人民力量那邊 其實是分三批人 第一批是很小眾 那個叫小吶巴大聯盟 就是一個人抬著鋼琴 然後就叫大家參拜林瑞麟 其實那個小吶巴大聯盟 都是香港人網的 是的 附屬機構 首先聚了一班人在摸拜 摸拜完之後 那班人刪了之後 然後就輪到一個 香港人網的節目主持叫黃洋達 那個人就不斷地 在高夫林瑞麟吃屎 鄭任娟下台 我聽到是林瑞麟翻煙 翻煙是往後再變出來的 但一開始 有時未進化到 是的 即是誇材料未進化到 不斷地進化 其實這些口號 就聚集了大概幾千人 那時是多少點到 那時大概六點鐘左右 另外陳偉業大概二百人 就說自稱就是突襲港督府 那時候我也是跟著 突襲就不會一早事先張揚 是的 但問題就是事先張揚 要突襲港督府 他真的叫突襲兩個字 他真的用突襲兩個字 結果結果 結果我就跟著 突擊小隊就走到港督府 結果被人遺疑 結果全軍盡默 就回來聚集 然後到大概八點鐘 那時就是大概幾千人 然後就幾千人一起 操控到中印門口 去到中印門口 在甚麼情況之下 警察已經是 抓起了封鎖線 逼他們停了 還是他們自己停下來 實際上是警察抓起封鎖線 是不讓統稱社民連 敗退隊伍和人民力量合流 而看得出很多人就覺得 憶民也沒有合流的意志 其實沒有合流的感覺 因為看著被統稱社民連那群人 他真的在談 就是圍了一個圈 然後大家在那裡聊 究竟下一步怎樣做 但實際上 你這個好 首先如果警察 我個人來說 接觸警民關係科 他們的政治的常識 或意識是非常之低的 例如我曾經在七一之前 跟某些情況去過警署 因為見到警民關係科的警員 有幾個新來 他們是說衝鎖隊調過來 然後我問他們 你們是否要做很多功課 才調過來 沒有可以調過來才開始 你知不知長毛是誰 知道的 就直接說衝鎖隊調過來 所以如果他們 原來香港警察沒有政治局 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如果當區的指揮官 判斷的根據就是 怕兩隊人 所謂統稱的社民連 和一個人民的合流 會造成更大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 絕對不是問題 如果兩隊混在一起 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在他們的決定來說 就是他們的合流 造成一個反包圍 因為前面捉起封鎖線 那班人 和後面捉起封鎖線 那班人 他們反而被示威者包圍 那情況是 他頂多夾了中間那一堆 是的 犧牲中間那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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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前後那一堆人 就心寒 他們當時不會有衝擊的意圖 是去到 通常示威的衝擊 是一些很特定的 的狀況 通常都是根據警方 攔起了腦 而是 不敢於衝一下 是的 然後衝完之後 他不讓你過 然後就躺下 就被你抓 這應該是一種儀式 最重要是拍到照 這也是示威人士 當然希望對傳媒的考慮 但也不會太大 因為本身記者都已經聚在這裏 你本身擔心 還有香港人不懂得 射油彈 最重要是 連臭彈都不敢扔 又說放屁股 說了那麼久 都未有人扔 每個人的目的就是這樣 散總 然後就準備 七一遊行完之後 就是七一三包圍 立法會 因為那時候 那個問題是說 留守 怎樣去逼政府對話 因為一直 整天那時候 政界政圈 都有個檢討 或是03年 黑一個萬 如果大家有個經驗 我們有這麼多香港人 我們留守在政府總部 那時候已經拿到普選了 因為那時候政府不懂應對 要迫他對話的時候 如果香港人 肯堅持多一步 就做到 所以現在 那一晚又見到 好像 重現了03年 七一的聲勢的時候 大家就在想 留守這個問題 但最後 很明顯 其實 所謂的能夠 投入到 整個 七一動員的運動裡面 當然是有分一些 很溫和的 走走回家的日子 剩下那一堆 就是 找到最前線 或者是最基進 那些行動參與者 在現在的政治形勢 政治已經分了兩批 那一批 第一批 就是所謂被統稱的 社民連的 社民連的部隊 Kitty 剛才你也說一下 可以繼續說 因為我都參與其中 很多時候 在社民連那邊 社民連 因為她不敢擔綱 作為一個行動的領導者 因為第一 她本身就是希望 跟社民團體 保持一個比較平等的關係 第二 就算是想擔綱 想在某些情況 想號召領導行動的時候 已經被人少了 3月6日那次 陶君行 呼籲大家 撤退的時候 立即被在場的人 問題是在於 她在不適當的時候 宣佈撤退 因為她那句說話 她覺得她應該要說 因為當中 是有未救情的人 她還沒有說清楚 那個點 其實她收到那個點 就說 說到明 跟當年 反高鐵的行動有別 是警察會拘捕人的 所以她是想 表示 警察真的會拘捕人的 如果覺得被拘捕 是爭底的話 有機會就離開 尤其是未搞清楚 但她說得不清楚 她說得不清楚 說得好像扮大佬 給人的感覺 她當然是 說 現在我們撤退 大家跟我走 然後被人少了 Kitty 你說一下 他們現場的做法是怎樣 那晚 我記得 就是 我九時多開始在那裏看 就是在天橋上看 然後 見到 劇警察 就開始 撤退了 上亞利北道 政府總部 上斜那條 也撤退了 向前走 就是走到匯豐那邊 那條路 不過 她們後來成功衝過去 那條電車路 那裏 她只是拘捕了 藍白色的警察 封鎖線 而且 其實很少警察站在那個位 然後 遙遠 遙遠 人民力量那邊 未來那裏 其實那裏一直都是 那邊很刺激 是沒什麽人 兼且是 零零散散 有些警察在那裏 大家都沒有特別留意 說會有人來 等等 然後她們就開始 其實你們是否沒有人 預期到人民力量 真的會 真的會來 這個就是 是 因為她都要自己在那裏 亦都不會想那裏 那裏 然後 裏面有人呼籲 說大家 大家談一下 亦都說到明 旁邊有很多警察 大家小聲先談 然後 大概十點多的時候 應該不是十點半 十點四 然後 突然間 他們是全部 向立法會方向那裏衝 我聽到有些朋友說 就是他們有一個小組 小組為來談 然後派一個代表出來 再談 然後他們決定 有一兩個小組先衝 其他人就跟著他們衝 結果他們全部衝去 過了立法會 去到江樂島那裏 但是 那時 我去到那裏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 就不是說進入那個隊伍 就停留在紀念碑那些草地 整個都站在那裏 後來警察也封了一條線 就是不讓紀念碑那些人到江樂島中 那他們現在 那時候就封了 向西行那邊的江樂島中 但他們就沒有封到側臣道 其實原因就是 他們都想留一條路給人走 當然 有些司機被封在那裏 那些記者全部都湧起來 去拍照 去訪問的司機 那司機當然又罵又罵 又說 你遊行不是這樣遊行的 阻礙我搵石 這些是很正常的 一貫程序 傳媒會做的事情 那就是 但很平常地 就是聽到這些評論 我就不禁去想 就是一個不影響人的遊行 示威遊行 其實示威遊行來做甚麼 就是 陳雲常說的論述 就是教練去回應 是 他的孤島示威 你遊行本身就是 你一個希望 就是訊息傳播的 一個 首先 香港的遊行 例如1日當然就變成了 一個 一個數人頭的政治沙拉運動 就是 唯一 當香港沒有任何 能夠被供應的 民意的表達機制的時候 當然 這個政府有份抹殺 你沒有公投法 你更加你的資訊 又是 又是 資源之後 你整個大疊 2012相普選超過六成的時候 但主流民意都說 2017年 選特首是正常的 你這樣也可以 所以 你當然 唯一一個被供應為 有一個 真正民意的代表 的情況出來 就是七一遊行數人頭 當然 那天七一遊行 就是有25萬人 這就是大家去想 應該多過 我會覺得 其實真的很難數 因為很多人 好像我都中途插入幾次 算我一個 還是算我幾個 但如果 他遊行的那些站 他又會數到我 這個數人數 這個比較有技術的問題 我們一陣子 數你本身也沒有意思 問題就是說 你當 你一個政府拒絕對話的時候 當然是用一些手段 逼他對話 很明顯 你問我 我印象當然很簡單 你想不到禮賓府 你圍禮賓府 你圍爭人權便足夠 你不會影響到下面的人 對嗎 就是乾樂道中的人 我沒有說這個點 但當然 熱場的人沒有想過 或者想去禮賓府 但問題是 結果真的有人想去禮賓府 人民力量那邊 是的 結果他們上去 然後被 大概 200人 被100個警察圍住 之後 就說 我們的行動失敗 大家回去再集結 但這算少了 200人有100個警察圍 因為他們那些幾乘四排人場圍住 圍住 圍住四圈 因為你們打游擊 難對付 他在一些明明事先將人的突擊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造成聲勢 那是真的 說真的 沒理由事先將人的突擊 應該更多人 部署了 神組部署了 是的 禮賓府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是正義組織的突擊隊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到最後 也只有人民力量才決定 操守禮賓府 沒有其他人操的 因為 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因為 社民營那邊 其實包含了很多 所謂的公民社會 不同的團體 剛才也說過 所以就說 那些行動 一定要在職場 希望有一個民主的旨形 你知道民主的精神 他們會覺得 一人不實千 實施要實千到底 就算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參與行動 但很明顯人民力量 就是另一種行動模式 很明顯 司令 就是 中央集權 強幹弱之很多 有傷之下 但是 我這樣說 他們肯組織 好過沒有人去組織 軍不見 以百甲為旗號 這是兩體 所以現在網上出現了一些論戰 如果大家是社運界的朋友 就是看獨立媒體 也有人在寫 為何不銷 政府刪 那篇文怎麼寫 不是 他說人民力量 倒截了很多市民 跟他們說了一輪話 之後又叫他們換衣服 那些 當然 那一刻 灣仔我不知道 你覺得如果我做人民力量的組織者 那一刻我都會叫人站在 當然乘機抽 警察又說 封路 那天我自己一行 我都行到慶 以前就有你一次過走 放回車走 然後他不是 他這次是間封 其實人民力量為何要這樣做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於 因為條隊太大 他們說條隊太大 而警察就是 見他們有幾千人的時候 就想一千人一千人這樣截他們 然後再勸 然後再勸 後面跟不上的人就疏散 他們怕這樣做 其實會遂入他們的聲勢 所以他們就堅持 你這樣截他們 我們一定要成本人集結 在這個修讀球場裏面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大家 你說統稱四民連的人也好 人民力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就是要對付警方這些招數 那個壓力的確 是希望凝聚的壓力 給政府 尤其是你今年 你覺得這個民氣可恥 而且走出來的人 已經是最 是真的最肯走出來的人 因為今年為止 你沒有了沙子 你沒有負資產 經濟好 這麼重要 那些人走出來的話 一定是 已經是 從一個道德上激於義憤 就是臨帥倫養衰 或者地產霸權 這些人 那些人會肯陪你一起行動 是有地產佬 加入人民力 然後再反臨帥倫 其實 我想 其實 這個可以大家比較一下 作為一個行動本身 去到最後 每年 因為每年都是這樣重複的話 就是 你 是不是會有 大家已經變成一個儀式的時候 究竟整件事的意義在哪裏呢 我們等一會 下一節回來再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回到第二節的國事同學會 繼續有我阿昌 Kitty和阿龍 繼續跟大家說回 七一的時候有少少總結 或者令到形勢的變化 其實現在 很少人會用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如果當日 我們不在 堵塞馬路 或者人民力量去衝擊警察的防止 就不會令到這個 政府 撤銷這個 7月13日通過這個法例 還有這個 有一個諮詢 沒有人可以用這樣的論述去嘗試 去鬥 實際的問題是 為何要用這樣的論述去鬥 因為香港人真是罪功利 剛才我們 阿菲也說 有些朋友經常都說 你真的要行動有作用 才可以吸引到人參與 或者有一個影響社會 你會覺得有能力 你覺得香港很多人 就是很懸疑 覺得做了都沒有用 你要強調 你塞馬路 林瑞麟才投降 政府才投降 現在有諮詢 因為事實上 林瑞麟不是投降 因為你只是 由沒有諮詢變成有諮詢 由替補變成逮捕 但問題實際上 你提這個概念出來 本身就是要試探 香港人對於自由 對於民主的底線 是怎樣的 真真正正的勝利 是在於收回這個方案 然後整個特區政府切腹道歉 本身就是在想 整天在說社會運動 裡面很需要討論 每次行動都要想一個問題 究竟你這次 是公民教育的行動 還是反過來 因為香港公民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哄他出來 或者希望他支持 或者參與 或者抵制政府的惡行 你要迎合他們的思維模式 才可以叫他出來 例如很簡單 你說 辭職補選這件事 你看過機制 因為辭職的問題 辭職 如果你說公民教育的方向 你就應該跟香港人說 其實在外國辭職的人 是有信心的 你辭職那個人是給他 因為他有勇氣辭職 而去表達一個政治表態 這件事是外國很正常 而在外國這樣做的時候 是大家拍手掌 不是在香港不斷小 說浪費公帑 但另一方面 問題就是在這裏 為何我們每次都認為公民教育 就是要經過漫長的討論 然後才覺得有用 好像上次五區公投 基本上不會太多理論 先做 反手為公 然後再做 就是因為你印證了那次五區公投 那次真的不能夠動員到群眾 所以今次的人 或者當中我會知道很多 運動的組織者 就說你不如你還是要去評論 即中間有些選民 你用他的思維去哄他 就說選舉權沒有了很大件事 就不敢說 因為覺得人們對五區公投反感 或者覺得變相公投是浪費的 所以就避免不說這個點 反而純粹說林順很醜 你這個權利是你的權利 被人拿走了不行 結果就是這樣 現在宣傳的目標 大家就好像曾俊華那樣 把六千元放在強積金 而派出來 大家同樣道理 因為林須倫提出這樣的方案出來 是威脅到香港人的政治權利 但結果我們的訴求非常簡單 曾俊華下台 因為曾俊華提出這樣的方案 林須倫要下台 因為林須倫提出的方案這麼醜 問題就是 你等於以前我們農民 反對一個暴虐的資源一模一樣 Kiddy你覺得香港人要哄他出來 還是要教他出來 其實你怎樣都要做 不過我會覺得現在教他們出來 那方面做得很不夠 就好像見到說說七一那晚 你很多的士司機被人打倒後 他們就在那裡斜火了 在那裡罵罵罵罵罵罵罵示威者 那陳雲哥有句說得很好 他說下次有這樣的情況 你跟他們說 你知道為什麼你要開這麼久的車 才能夠找夠吃嗎 那些人拿了你那份 那要跟他們說回來 有這樣的說話 我覺得這不是夠力的說法 例如外國的事件 當有示威暴動騷亂時 人們很明顯一定會指向政府 製造這群人出來示威的源頭 如果很快樂有份堵塞馬路的朋友 翌日看到他們的Facebook 立即回到華基百科 叫我們分享一條連結 華基百科是1984年的的士大暴動 迪士司機又是塞馬路 坦門交通 輸車泰 對 當時沒有人說迪士人有問題 但政府照樣步 將迪士的排費順應迪士司機的要求 大家看到情況很不同 如果情況很不同 當然是對於自己的 所以我們要說 遊行他們想說地產霸權 就是想說一些深層次的事 從制度上的問題 根本問題是為何香港人 權力意識好像越來越倒退 越來越 有圍城心態 你問我 我會覺得 不是說 那個圍城 不是說香港顧部自封那件事 而是說自己的人 就是因為外面的情況那麼差 或者香港的勢度如此 最重要是要顧好自己就算了 所以其他人的問題 都不會去嘗試 去理 你迫城市聲門 出聲支持你兩句就算了 但如果要影響到你的時候 當然這是另一回事 例如你覺得 你問我 我個人的感覺 其實真的很絕望 是否說笑 即是 即是 香港照絕望 照襲人 因為我尤其是我在 我在旺角上班 上班時時時時時才下班 這兩年都是這樣 省錢的晚上 一兩點時間走回深水埗 都是住一些會倒閉和貨粥的劏房 你 這兩年可以看到 晚上 很明顯地多了很多人睡在街上 即是 由一開始時的感覺是不同的 尤其是你走 你晚上 你走一次 整條 荔枝角道 你不想 這麼多人出來睡 現在越來越多 你看到 香港這麼有那種 糖末的感覺 專門粥肉臭老牛 都不吃到死骨 你見到你曾岸權總在說 香港人說 自業的問題 沒有毛鴨遮頭的問題 我這樣都說得出口 當你見到這種情況 之後你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即是說你那種 對於現代性 modernity的荒唐 已經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即是說那群人已經白癡到這樣的地步 原本是香港最精英那群人 打算是管理著香港的資源分配的時候 但那群人竟然是這麼荒唐 已經不知道整個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還要覺得好像真理在我手 去做他想做的事 這件事當然是令人絕望的地方 那群人竟然是在這個 大家就鬥著網 其實大家也看到 《明報》之後也有一篇報道 就說那個記者扮演遊行人士 真是像你那樣 在遊行隊內 你見到大家台 不會像《人民力量》那樣 那些場面那麼激烈的 其實那些場面也沒有那麼激烈 大家都被捕的時候 都知道已經是一個既定的結果 就不會說幾經掙扎 純粹就在那裡 我看過那篇報道 其實有一對婦女的回答很有趣 他們說了一句 民不為死何以以死懼之 已經是有被捕的準備 你每個都是這樣才行 現在只有幾個我們這群人 只是夠膽這樣做 但問題是 比起0371 為何沒有人夠膽坐在政府大門 是因為每個人是覺得 如果我真的再走前一步的話 就會亂 相比之下 你會見到香港人越來越絕望 其實對於社運來說 是越來越有希望 現在社運的模式 也去到一個僵持的位置 這次又被人台原 大家經歷過這麼多次 儀式上被人抬 打擔你們抬 抬完之後 看看警察能否夠膽去處理 然後現在就說 那個時候 我還在笑 那些長毛都不夠僵 陶君恒那些 保釋出來了 然後剩下那些人 很大部分的人 就是 踢蹦 如果你叫做坐爆48小時 因為香港法律規定 你只可以扣留48小時 你就一定要 需要落案起訴你 如果你不夠證據的話 要不你 你跟被捕的人士有一個協議 就是保釋 所以保釋其實是你跟警方 合作的一個前提之下 就是他因為不夠料理 所以他就讓你在外面動 走動 你定期回來報到就可以了 所以長毛那些 邱君恒一早就保釋了出來 但那些人坐足48小時 然後警方也不需要他坐足48小時 但部分人都在第二天的下午都放出來 長毛他講回那天 他在香港人網 他說他自己也兇了 因為他是急著保釋 走出來之後 他見到那群人全部拒絕保釋的時候 他都不好意思回去陪他們一起坐下去 長毛這些是有很老實的 是實際上 所以就 我當然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我講現代感 那種荒謬是有多麼 荒涼的感覺 突然間很川上春樹 你從小到大 尤其是你在香港出生 你覺得所有東西很有制度化 很文明 所有東西都有 因為有法治的精神 有法規的規限 你 縱使有一些 即是 不合理的事情發生 但多一些都相信屬於少數 我覺得整個 在香港長大 我80後 對於香港社會 或者現代的狀況 是有這樣的理解 你永遠覺得 無緣無故被斬了 以前不說道理 或者很混亂的社會狀態 都是一些過去的歷史 甚至是很遙遠的事情 但我發現 其實現在原來不是 你看到香港的制度 是有很多不荒謬的事情發生 例如 我認為 不是叫曾蔭權下台 或是林瑞倫下台 是曾班子總辭的 應該是 第一 曾蔭權應該扶上很多責任 現在又傳出來 說 開行政會議 王仁龍說過要諮詢 然後 給了一個更加上級的人 就說 不用了 就這樣 很明顯 暗底 因為更加上級的人 就只有唐英連 就只有曾蔭權 唐英連又不敢這樣做 就只有曾蔭權 不是還有李剛先生 上級 你開行政會議 會議裡面的上級 不知李剛會不會開行政會 是聶席 不可以的 是 這件事 即是 你群人 我覺得最基本 由政治倫理 政治道德的角度 群人都已經 應該拿去打把 是吧 我們要求 一個政府是做些甚麼 麻煩你說話謙虛些 你要負責 你說要問責制 再加上你要誠實 即是高透明道德說這件事 一有人 被人發現 而一個政府官員說謊 你說政治骯髒 難怪也好 你搞這些事情不要緊 你只是騙 好像對著女人 你騙 你不騙他 就騙他一輩子 但你政府被揭發了 當有醜聞 你說謊的時候 你那人立刻要下台 但是你說 曾蔭權也好 林瑞良也好 在《蒂寶基仔》 說了多少次謊 德國聯邦法議員都說 你抽我的水 我們的逮捕制度不是這樣的 波蘭議員 簡直說你剝奪了他們的精神 對 完全離譜 如果這些說錯話 剛剛看到日本是復興大臣 其實地震動已經是大臣 說錯兩句話 他罵人遲到 然後就說記者不要報 然後馬上被人 趕上台 你叫記者不要報 你真是想死 他還要鬥過一次 他鬥過之後就說 對不起各位 B型血的人是這樣的 惹起奮鬥就像成龍那一刻 做錯了 很多全世界男人都會做錯事 無關事 人都拉到水 所以說錯話 就要下台 他們現在是這樣 在酒職的時候 就會說自己是政治任命 是會附上政治站 但問題是今時今日 他們就是用公務員的想法 奉命行事 這件事已經很少 林瑞良自己在立法會的諮詢 還說自己是公務員 但他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他負責政府的問責制 他自己是問責官員 但他還說自己是公務員 這是小鱷雞的錯誤 還有上任秘書長 才是真真正正的公務員 如果這個完全是一個程序上的問題 你可以將責任推到上任秘書長 但問題是你作為一個局長的時候 知不知信絕對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覺得這班人是癡了事 但更重一點是 香港沒有人認真討論過 這件事 何謂政治任命 其實是由董建華建立政治 高官政治問責制那一刻 到現在一直沒有人認真地想過 局長的本質是甚麼 其實很多事都沒有人去探究過 甚麼是行政主導 這四個字 全部都是很模糊的一些東西 甚麼是呢 然後就用一些東西塞進去 現在就是行政主導 然後問責制又叫行政主導 那班人又叫問責制 行政主導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好像美國的總統制一樣 就是你行政長官就等於香港來講 就等於我們以前古代的周刺史 是掌握著整個地方軍政挫帶權 然後再跟那班幕僚制定一連串的政策 然後再交給立法機閣審議 然後司法去解釋那系列的條文 但是問題是今時今日的行政主導 是否仍然是這樣做 就明顯地不是 對於香港人對於制度的結構問題 也沒有一個很深入的了解 甚至是官員自己都是這樣 如果不是好話不好聽 你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 其實是整個唐朝折導使的權力 唐博折導使的權力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政治上也是 其實你不要說 制度上方面其實有很多 很基本的對於政治的操作 例如葛輝事件 其實你這個醜聞前身 你未批判到 你未證實到他是不是 已經有罪了 你的官員也要下班 但是如果你看回 整個葛輝事件的情況 曾俊華是 他已經認了他整件事 他只是提了他有查問過 他只是問清楚 他只是問跟民建聯有關係 那間IPRO-A有否中標 然後又有個秘書過來跟你說 你們應該知道財政司司長的意思 然後他的辯解 我沒有真的說過一句 我要IPRO-A中標 所以我沒有干預 香港社會是可以去到這樣 香港社會已經下台很久 如果是正常的民主社會 當然要去到結構的問題 就是民主 民建聯在議會裡救票 所以這件事 對我們個人來說 思想體系是很大的充益 很荒謬感 不要說香港社會 當然如果我們再見證 我們作為一個強國 城勢的荒謬 就更加 我只能夠說 香港人缺乏一個哲學訓練 那宗教訓練是怎樣 我們除了繼耶穌之後 有第二位死而復活的領導人 那位 他還要回到耶穌 三日公司 他真是現代洪秀傳 不要開玩笑 洪秀傳是說自己是耶穌的兒底 是第二位獨生子 那就是第三位獨生子 洪秀傳都不可以死而復活 而他得到耶穌的能力 大家如果看過這個 這個洋子彈飛 大家就覺得很應景 周恩法有個對白 你現在雖然水了 但你卻活著 但是我們關注的當然 不只是我們偉大的前領導人 有沒有去見馬克思 網上也很關注亞視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這次江澤民不死的話 亞視就死了 但是江澤民死不死也好 亞視也會死 因為如果江澤民真的死了 你就洩露國家機密 如果江澤民不死 現在中聯辦就出來 在這裏廢你了 就是說你這個造謠生事 他只不過將死亡的定義 拉到無限場 所以江澤民仍然活著 說真的 你七一黨慶 你江澤民沒有走出來 其實亞視這樣播 是理解是可以的 只不過是未經查席 現在很多傳統的封文 就是已經腦幹死亡 插著喉 維持著心計 是的 所以他可能這樣說 醫學程度 其實醫學也有一部份的人 認為腦幹死亡 就等於死亡 他也錯不完 是的 但這是一個荒謬的事情 當然 大家可能對中國領導人死亡 沒有太大的 因為上一次 就是鄧小平 在97年 那時候 但未到回歸 那時候未到回歸 但是已經是 那時候 你看電視 已經整天 香港的電視 都已經在播 鄧小平 甚麼都沒得播 你悶到抽筋 還有那時候 鄧小平已經傳過 很多次死訊 我聽 那時候 記者的前輩說 那時候很辛苦 當鄧小平死亡 已經存夠了 不知道何時死亡 所以差不多消息 比較準確 差不多死亡的時候 那些人要上去北京 已經在等死隊 這次其實你看到 大家都存著 阿時為何九時 這麼快就說九時 有特輯 因為大家都存著 資料 已經是 但是 你對一個 你在外國一個過氣的領導人 就是 壽中正審 這些是很正常的新聞一則 大約這麼說 現在又說有軍隊入城 調動軍隊的跡象 當然我們熱烈地彈琴 食草花生在等待 等待氣 會否又展起一場 中共內部鬥爭的罪亡 大家如果有看中國新聞都知道 其實 江澤民一死 又影響到太子黨 或者上海幫 然後又影響到下一屆的爭辭 因為明年十八大 但是 那些位置 那些 誰想裝呢 簡單點說 都沒有搞得清楚 相比之下 其實 你說最上一次是鄧小平 其實中間不是應該插著華國鋒 是 但華國鋒沒有對政治影響 當然是已經沒有了 是啊 所以我才這麼說 他也是一個真真正正的過氣的領導人 但是鄧小平他不是過氣的 他根本是等於共朝的康熙 就是很多人的歷史 傑隆是甚麼太上皇 他不是太上皇 他是實際的皇帝 那時候傑隆 做了太上皇三年 實權都在他手上 那也是 或者是和身手上 和身 所以我們看到有 你看中國的新聞 80歲不死也有新聞聽 沒辦法 你看到 那天還好笑 我在街上 做一些宣民登記的活動 最後有一位大陸人 拖著一隻賴粉 生油 坐下在旁邊 那便跟他聊天 那 他 也是說 剛剛才在香港才知道有這樣的消息 和情況 但是都是一副 就是 已經是 我不可以說是犬餘 但是因為他們在那個習慣 環境的習慣 是長大的 就算你看到亞視新聞 旁邊有一邊蓋住了 對於他們來說是常態 即是一些消息流通 在香港 所以他們來到香港 覺得很特別 原來消息流通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對他們來說 但是 現在 我們反而在香港來說 反而如果將這件事 都變成是常態的話 那就真的很大鑊 覺得今天 可以 我們還有時間可以 棄約一下他 例如高登神手卡 出了兩款新的卡 一款就是 江澤民 瓜柴料 江澤民 是有光澤 很有光澤的一些 一些文 的掌 叫 瓜柴 過兩天之後他進化了 就不叫光澤民瓜柴料 就叫光澤民復了 或是光澤民不死了 現在網上好像還流傳了一套 呼風喚於宋祖英的漫畫 宋祖英如果大家不知道 當時光澤民的朝代的時候 宋祖英被人說是國母 宋貴妃 被人說是光澤民的情婦 這套我未見過 你在天涯的地方找到 我們要上網下載一下 如果大家上我們YouTube 看回我們今集節目 我們嘗試在留言 留條連結給大家 去去去去去去去 其實現在你找到 呼風喚於宋祖英 呼風喚於宋祖英 希望我們找到這套漫畫 下一集來播給大家看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就看看 光澤民復活了之後 又會有些甚麼遭遇 他真人是否真的復活 我們要有光澤民教 法輪功應該可以收拾 下一集 光澤同學會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